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中國外交部昨天才是威是勢 要制裁三家美國的軍火箱 分別是洛揭馬丁 雷神公司和波音防務 話口未完 今天美國當局史無前例地 在一個星期內 兩度對台灣出售軍火 而這次對台灣售賣 就是100套魚叉反艦導彈 這次美國這樣做 明明是替大陸眼眉 因為大陸才宣布制裁美國的軍火箱 那頭又再出售武器 而且這100套魚叉反艦導彈 軍火製造箱正正是昨天被大陸宣布制裁那家 波音防務 你說這一趟 是不是沒有面子給大陸 好了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實情在9月份的時候 已經有外國媒體率先報導 說美國當局將會對台灣出售七種的先進武器 而當中所列載的其中四種 已經先後賣給台灣 包括現在這一百套的 所謂魚叉反艦導彈 剩下的三種 究竟是什麼呢 最有看頭的相信就是這個MQ-9B的海上衛視無人機 如果在一個月之內 美國國會沒有任何反對的話 就可以再落實了 根本上美國已經是有部署 所以仍然大陸的外交部說要 制裁那三家的軍火箱也好 現在似乎真是當大陸沒有到的 到底台灣方面 他們又怎樣來反應呢 當然他們就表示歡迎 台灣總統府發言人就說 誠摯地感謝美國政府 再度提供重要的防衛武器 這個對台售武顯示出 美國政府基於台灣關係法 再次以具體行動履行六項保證的安全承諾 實情 特朗普上台以後 計算這次已經是第九次的對台售武 只是今年已經第四次 台灣外交部說 這樣就是展現了美國高度重視台灣的國防 逐步落實對台軍售常態化的機制 台灣就能夠即時獲取防衛所需的裝備 有效提升阻嚇力 這次這100套的所謂魚叉反艦導彈 是有什麼作用的 實際上它就是部署在台灣的岸邊 專門針對那些攻台的艦艇而用 據台灣媒體的介紹所說 這個魚叉反艦導彈 那個擊殺率是可以高達五成至七成 當然又增加了大陸所謂要武統台灣的難度 大陸官方有什麼回應呢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就說到 美國對台售武嚴重違反了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佈的規定 向台獨勢力發出了創信號 中國將會採取正當必要措施 堅定地捍衛國家主權和安全利益 其實昨天就已經說對三家的美國軍火商要實施制裁 但是到底有沒有具體的制裁措施出台 暫時還未見到現在波音防務 一而再挑戰大陸的底線 到底會如何制裁這家波音防務呢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實際上波音防務和大陸大纜都扯不起來 根本沒有對大陸出售任何的軍火 我也是想看看 到底大陸方面有什麼制裁措施 是可以有效地措施到這家波音防務 否則他整天不斷賣 你這裏制裁他那裏又繼續賣 到底大陸是怎樣 有一個有效的措施呢 暫時來說我想不到 因為他根本和你沒有做生意 另外環球時報的老總胡錫進 他寫了一篇文章上微博 他又放話 主要是針對三家軍火商來講 首先 他重新一點 大陸自從上世紀80年代 開始推行和平統一的戰略 但是從來都沒有放棄過 要使用武力來解決台灣問題 即是武統台灣 而軍事手段 恰恰就是大陸 抑制台獨的王牌 這樣啊 他還說 近來這個民進黨當局 太過狂妄自大 台灣島內有輿論分析認為 兩岸目前進入了準戰爭狀態 他故意引用了 所謂台灣島內的輿論分析 實際上在言語上已經升級了很久了 現在被你說到準戰爭狀態 但是 在行動上有沒有相應地配合到準戰爭狀態的出現呢 現在只不過是 在台灣邊皮的上空 或者是超越了少少的台海中線 到底還有什麼其他的準戰爭狀態 是出現了呢 如果是很少的時候 就變成打嘴炮 是不是 我真的不知道他還有什麼 準戰爭狀態的行為 語言有很多 大家都聽不少了 接下來他又再提起九二共識 胡錫進說 台海局勢過去有雙方都認同的九二共識作為支撐 保持了一段時間的風平浪靜 而蔡英文上台後就拋棄了九二共識 又蒙騙島內公眾和國際輿論 宣揚他所謂的維持現狀 要說一下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當時 國民黨那邊就說 一個中國就各自表述 但是後來大陸就說 九二共識只有一個中國 沒有說過各自表述 各自表述這句話是國民黨那班人自己加上去的 好了 到底九二共識還有沒有共識呢 是不是 大家說明是共識 大家都認同 原來大家認同的只是一個中國 各自表述就是國民黨那班人說有 大陸共產黨那班人說沒有 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你那個共識似乎還在不在呢 是不是 原來不是各自表述的 在這樣的背景下 就算現在的國民黨 究竟他承不承認九二共識也成問題 好了 接著胡錫進又繼續說 說美國更高層級的官員訪問台灣 美國軍機飛越台灣 而且證據確鑿 美國軍人公然穿軍服 出現 在台灣島上 和美台搞公開的 軍事交流合作等等 都可以成為 激發解放軍戰機 飛越台灣島的理由 這個將會是中國大陸 為將台獨 關進隆中 需要堅決賣出的一步 他說了很久 到底什麼時候飛越台灣島上空呢 暫時未見到 胡錫進又說要明確地警告 民進黨當局 如果台軍 敢對大陸 飛越台灣島的軍機開火 意味著戰爭爆發 解放軍將會對台軍給予毀滅性的打擊 實際上他整個事情都是一個假想 就是現在目前美台的關係不斷升溫 就會給予了一個 理由就是被老解的軍機飛越台灣 而如果真的飛越台灣 而台軍又開火 意味著戰爭爆發 這整件事都未發生 除了美台的關係升溫之外 之前都已經有些報導出過 大陸方面找了幾個時機 最適合武統台灣 第一個時機就說 在這個總統大選 那幾天 但現在看起來都不像 根本上那些部署 不見得到說是有的 只是在10月頭的時候 做過一些近案的演習 但是有些網民又發現得到 有些所謂演習的片段是翻用舊帶的 究竟是有沒有做過這些演習的呢 我相信也有的 只是有些畫面 被人揭發到重用 就辱酸一點 但是 究竟是不是在下個禮拜 武統台灣 完全都不見得到 有這個跡象 至於第二個時機就是 在這個 美國大選的交接期 問題就是 喂 要交接的話 首先你那個先決條件 就是拜登要贏了先 但是現在實話都沒有一撇 不一定拜登贏 如果特朗普連任的話 那何來交接呢 那個交接期不是要等到 這個2025年才出現 所以 基本上之前 吹出來的就是沒有米粥 而且胡錫進說解放軍的軍機要飛越台灣宣示主權這些行為 其實他也要考慮一點 就是 到底 美國會不會對於這些行為坐視不理呢 之前 蓬佩奧已經暗示過 若然大陸真的動手的時候 美國就不會坐在這裡就這樣看 所以 現在大陸方面 不僅僅要顧及到台軍的整體實力 而且 不看爭面也要看罰面 就要顧及他背後的大腦才行 所以 不是胡錫進口中所說的那麼簡單 就這樣派軍機去 宣示主權就行的 如果是行的一早就做了 現在根本上美國就進一步確認了那個答案 之前大家都很模糊 到底大陸 對台動武 武統台灣 美國會不會動手呢 會不會幫拖呢 他之前就已經是暗示了說會了 雖然沒有說出場說一定會 但是從蓬佩奧的騙炎脊語口中 就可以分析得到 其實是美國不會坐在這裡不動的 已經是給了一個 都相對明確的答案出來的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